中正焦点带您来看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 近日因为公厕装免制马桶的证件出包 争议不断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许巧新在昨天通过脸书 公布了陈时中竞选办公室的通讯录 揭露了竞办社群操作部的主要操盘手 就是教堂陈嘉行 还整理出正二代的名单 陈时中说像这样子近似偷窥的公布也是不好的 而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则说 没有这么严重吧 还算陈时中难道连名单也要保密30年吗 跟台湾飞人陈信安相见欢原本要一起下场打球 但球场有行政中立的规定 陈时中取消原定行程只能在场边观赛 当然很遗憾 那一方面也藏着了 因为也很久没有打了 以前我实际上是有打 无法一起切磋球界 陈时中说有些遗憾 不过进来积极抢攻年金族群票员 又是去酒吧 又是跳街舞 过去钢铁部长形象 人设也大转变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许巧新脸书 就po出陈时中竞选办公室的通讯录 发现社群网络部的头牌 原来是焦糖陈家禽 陈时中谴责许巧新的行为是轻态隐私 我觉得各个单位里面对这方面还是要小心 像这样子信誓偷黑的公布 我想也是不好 竞选团队成员这也不是什么不能公开的事情 就是说没有这么严重 难不成这样名单陈时中部长也要保闭30年吗 而陈时中团队阵容 许巧新也揭露法务部次长蔡壁仲女儿 内政部长徐国勇女儿 还有前考试院长姚家文女儿 都在竞选团队里面 也调侃根本是正二代舰队 不需要对年车人这样子挂语标签 这边并没有所谓在这里面工作 就得到任何的特权 它就是一个服务的经验 那这一次看起来竞选团队的名单 也是必须要完全的保密的 所以呢我已经从善如流 把所有的资料都涂黑之后再公布了 许巧新最后把名单涂黑 虽然说是遵从民进党党义 陈时中才因为工作政策影片 脱窥桥段惹议 现在团队名单遭到公开隐私的话题 成了蒋万安跟陈时中的新战场 记者是杨永豪张元杰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了 谢谢大家的频道